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寸晶圓廠 觀眾朋友可能會說 之前不是就做了嗎 人家之前買的望紅廠 這不一樣 這次是自己蓋 而且要在哪裡蓋呢 在馬來西亞要蓋12寸晶圓廠 我們來問一下蔡總怎麼解讀 先從鴻海集團的股價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重大的利多 包括鴻海漲得快2% 鴻海集團大部分都有表現 鴻海很少漲2%的 這個對鴻海來講 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他攜手了這個D-NEXT 那在馬來西亞核資的這個12寸廠 鎖定了28跟40奈米的成熟製程 初期這個產能就滿大的 很大 月產能4萬片 為什麼說大 我們比較一下 聯電在新加坡 它現在是擴廠 那這個12寸廠月產能規劃是3萬片 所以它比聯電的規模還大 對 當然聯電它是更稍微高階一點 是22奈米 那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對鴻海集團來講 它是鴨子滑水 它布局半導體10年的 而且據說它不只要做晶圓代工 人家要做一條龍 對 就是一條龍的帝國 那你看本來它就有上游的IC設計 像天玉那些 那製造端這個部分 我們看這個地方 去年不是把旺宏的6寸廠給買下來 那我夏普有8寸廠 但是你缺的一塊就是12寸廠 所以它現在就跟DNS 就是在馬來西亞做12寸廠 把最後這一塊的拼圖給拼起來 那為什麼 你看鴻海未來最重要都是電動車 這樣為什麼做28奈米到40奈米 對 自己的Model C Model T 還有電動的巴士 跟羅斯東合作的電動皮卡等等 各位要知道 電動車哪個地方不需要晶片 那晶片你都是經驗代工 都靠別人的話 其實不如自己來做 尤其你12寸廠 因為很多電動車 比較精密的相關的晶片 是要用12寸廠來生產的 所以把這個帝國給完成了 好 剛剛蔡總說得好 它是鴨子滑水 其實布局10年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來看它的一條龍 我們先講它的晶圓廠 它現在不是跟D-Nex合作 要做12寸廠嗎 其實它之前已經間接 透過D-Nex 已經持有一家 8寸晶圓廠的公司了 那這是間接的 Shop本身有8寸廠 當然這也是間接 但Shop也是它旗下 又買了望虹6寸廠 那其它包括什麼呢 在封裝有訊星 青島星核星 那麼在公路元件 它有國創半導體 負能半導體 安海半導體 在記憶體的部分 它有金兆創新 同時在IC設計的部分 還有一同老鼓的公司 還有天玉也是 紅金也是 在半導體設備上 有凡宣晶頂 有威科 所以其實它已經布局得非常完整 對 不過我們來進一步了解 它合作的馬來西亞的夥伴 D-Nex是怎麼樣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紅海曾經跟D-Nex 當時他們是競爭的對手 要標這個Soterra 這個8寸的競爭場 紅海其實比對手 比D-Nex出價高 但最後 因為馬來西亞的政府介入 民族工業不能賣給外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Soterra 是馬來西亞更正描紅的半導體 是馬來西亞的民族之光 民族之光怎麼會不會給紅海 對不對 所以最後紅海是怎麼樣 現在民族之光只有8寸 8寸他們已經覺得是民族之光 在東南已經很厲害 所以後來紅海 它是去入股了D-Nex 等於間接投資Soterra 所以他們有經過不大不相似 然後慢慢磨合成功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12寸廠現在還沒有蓋 我們來看馬來西亞最厲害的Soterra 它有8寸 而且月產能也滿大 4.6萬片 而且做的技術是SIMOS 這是滿厲害的技術 客戶都是Google 阿瑪隆 也都是大客戶 那為什麼在馬來西亞 大家想說 為什麼去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不是生產 因為我們感覺馬來西亞 不是半導體重鎮 我們看一下 誤會了 在東南亞其實科技的重鎮 是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兩個 一個是封測 另外一個是被動元件 封測和被動元件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半導體來講 有跨國的半導體公司 有50家在馬來西亞設廠 你看Intel AMD 英輝林 這個都是很厲害的公司 Teno 三陽 SONY 這一桃拉股 都是在馬來西亞設廠的公司 所以其實 在馬來西亞設廠的封測廠蠻多的 封測廠有 然後我更上游做幾點代工 其實我這個半導體的紀錄是很成熟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當然就有他的考量 好 那我們回到股價 鴻海漲不漲 鴻海 因為畢竟蓋廠需要一段時間 一年 十二村廠最快要一年 所以對鴻海來講 他不是利己的利多 今天是因為外資大買 大買了2萬張 所以我覺得明天他可能就比較拚拚 但是我們不能只 這個本來經驗廠大家都是看長期的 你看 鴻海低近的毛利率6% 但是你看利己電 聯電 世界先進 更不用講台積電 那個毛利率都四五十% 所以我現在坐電動車 鴻海把毛利拉高 然後要再更拉高 就要靠靜元代工 靜元代工 因為他自己的毛利率96% 靜元代工隨便都四五十% 台積電還到五十五% 但是我們知道郭董的個性 郭董紅 只要下定決心 到哪個行業一定會刪 就不要鴻海 紅色的紅 對 今天這個經驗代工的同業 只有一檔是比較弱勢的 就是五三四七的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今天 在平安附近而已 對 那為什麼 台積電 聯電就不用講 利己電也有12吋廠 唯一沒有12吋廠的 就是世界先進 所以世界先進 假如在紅海進入了12吋廠之後 可能競爭力可能會被排擠掉 對 這個特別注意到 世界先進的未來的走勢 回來紅家軍的話 我想紅海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半導體上面 這個布局比較深的應該是天翼 但天翼這一波已經跌得很深 我覺得有反彈機會 那訊息是因為還沒有賺錢比較難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 要一年把12吋廠蓋成 那所以回水不漏外輪田 你這個半導體的設備一定知道這個 那它旗下有金鼎跟環仙 為什麼我把環仙特別拉出來 因為它的股價比較低 比金鼎低得很多 6196 所以我們看6196的K線 今天大漲超過5個百分點 其實今天這個消息當中 漲最多的是環仙 是設備廠 是環仙 所以要留意到 因為一年當中 你不是馬上紅海馬力就拉高 但是對環仙來講 它生意可能接不完 好 所以我們要來投一下票 不只是紅海要擴廠 其實台積電不是也要擴廠嗎 聯電也在新加坡擴廠 大家通通在擴廠的情況之下 設備股是不是有可能漲幅 甚至超過晶圓代工廠 請舉牌 認同的給圈 好 四票圈 我們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投信現在到底在壓寶什麼呢 據說它現在壓寶的是 跌身的電子股 在今天華邦電創 波段新高 難道是投信的功勞嗎 所以我們請雲翔帶我們來看 投信現在是不是在轉戰 低檔電子股 今天它買了哪些呢 我們來看華邦電 是買超第一名的 其他包括永豐金 台光電 富彩 中信金 聯電 日熱光 開發金 圓台和美食 我們來看公格 最近一些跌身的股票 要開始得到投信的青睞 對 那確實就是說 以今天買超的一些股票來講 你看大部分都是電子股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也是好事 為什麼 而且有些電子股 真的都跌很深 對 那我們台股 就是要靠電子股帶動了 確實 超跌的 所以發現說像華邦電 今天非常恐怖 今天剛外資跟投信 都各買一萬多張 都同步大買 對 都大買 那連電也是 就是說你可以發現說 這些跌身的股票 基本上都產生了一些 大買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說 確實這一波來講有點像 真正的一個 那這裡頭我們要怎麼選 以這裡面來講 現在是不是應該 把焦點放在電子 那電子裡頭的宣估方向呢 以電子來講就是說 在這裡面我覺得說 大概我會選比較低價 低價 然後跌身反彈的 這些股票比較有機會 因為以現在來講 整個散物還是比較 心態上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這些股票來講 對這些低價的股票來講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 好 所以這些是 MACD已經轉正了 剛剛轉正的個股 這頭包括源泰華通 創為耗星 電影和志源 好 那以這個MACD來講 我認為說 MACD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中線的 對 然後比較遲鈍一點的 一個指標 所以就是說以MACD 當然翻證是一個好事 可是在就MACD翻證的時候 還要稍微注意一點 就是說在翻證的時候 這個過程裡面 大概如果它是這種 比如說就已經V轉 像這種V轉比較大的 或者是已經就是說 它離這個前部的高點比較近的 那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MACD轉正 這個我覺得還是要稍微觀察一下 所以它已經V轉的 反而不要追了 那像我們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就是 已經MACD轉正 那前面是一個整理型態 剛突破的 比如像電影 對 像電影 像所謂的耗星這一種 有沒有 整理過後 耗星就算跌很深了 對 真的跌很深 那這個基本上我覺得說 它後續再繼續彈生的機會 會比較大 好 你看好哪一檔個股 我是比較看好像電影 電影 我們來看電影 那我們來看一下電影 就是說以電影來講 你會發現說 整個所謂的上海封城 這個已經開始很多 已經開始上工了 尤其昆山廠來電影 就是確實已經開始走上 所謂的一個開始生產 那生產的時候 電影當然也講到 就是說其實雖然說 第四季影響到兩成的一個產量 不過六月就會趕上 因為駕動力就會提升上來 所以以電影來講 就是它主攻一線的這個 高階車跟特斯納電動車PCB 所以它本來的這個營收占比來講 就已經56% 然後電動車已經從12% 13% 提升到18% 18%了 對 就多了50%的一個產能 那最重要是一個黃石廠 那黃石廠在第三季開始量產 就會把整年度的一個營收 又增加15%的產量 那最重要是第二點你看 就是說它的一個 EBS是0.6 對 EBS 0.6是創新高 創新高你可以發現說 它的EBS比去年成長是900% 也就是它這個 900% 2 3 4到第一季來講 它持續都是成長 所以第一季已經是0.6了 對 它去年第四季是0.53 對 再往前是0.56 0.55 0.06 所以它是持續成長的 所以事實上它是由負翻症以後 開始一直拉上來 那原因在於說 它切入電動車 跟這個高階的產能以後 它的毛利率已經開始提升 大幅拉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術面好不好 那再看這個電影的技術面 我覺得說我們先看一下 2368的這個周線 那為什麼要講2368的周線 你可以看一下 周線 機箱電的周線 我們先來看機箱電 那我們要縮小一下 就是說以機箱電來講 它其實很貼近所謂電影的這種方式 所以電影將來可能會走這個模式 對 因為它來講 它也是走PCB的模式 然後它放棄到低階的產品 走高階的產品以後 它的EPS從負的開始轉正的 正的0.6 也是6毛錢左右一劑 它已經拉升到30塊以上 那到它的EPS達到一劑 一塊錢以上的時候 它已經碰到80 對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所謂的電影 那我們再來看電影 電影有沒有可能循者 對 那一樣就是說 電影在這個之前 電影在這個之前 對 它也是從這個負的一個 一個EPS轉到正的大概0.5 0.6 那如果說它的黃石掌切入以後 又轉向比較高階的電動車 那我就說這個基本上的壓力 就真的不是壓力 好 那它現在的位子 位子在這裡對不對 6251 我們來看架駛好 我們看架駛可以縮得比較小一點 好 電影的位子現在在這裡 架駛稍微縮小一點 再縮小一點 好 這是它的比較我們 比較大面積來看它的K線圖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金箱墊 我要來問一下 好 雲翔 到底它現在是處在金箱墊 你剛剛說很有可能 複製金箱墊嗎 我就是在把金箱墊縮小 它大概是處在金箱墊 大概哪個位子 就是大概在類似 在這樣的一個位子 還在這裡嗎 對 我覺得在這個位子點 對 因為它金箱墊 也是在這個時候剛好 它的業績剛好開始突破 所以我覺得還滿有機會 那小樣空間就很大了 小樣空間就很大大 對 好 我們緊接著帶您關心的 產業重大訊息 除了鴻海要做12吋晶圓廠之外 在今天有一個併購的重大訊息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 但外界傳言紛紛 說群創和友達即將要合併 目標是取回面板的定價權 有這個可能嗎 對 今天我那個面板 長次的力道 其實我有點嚇到 尤其是群創今天標一個 我還在想說 會不會尾盤直接鎖到漲停去 這是抱團取暖的概念嗎 真的感覺上整個面板不一樣了 以前面板是拿來墊的 現在不是 是拿來飆的 那今天當然你看群創 友達 彩晶等等 還有包括源泰 那我們抽絲撥檢來分析 有沒有這個可能 好吧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注意一個 第一個關鍵是什麼 群創也好 友達也好 關鍵人物竟然都退出 甚至有續任的 都有 之前大家都對面說糟糕了 是不是他們要退出經營圈 對 你看像李坤耀 他彈出友達對不對 郭台銘的鴻海 是不是全面退出這個董事會 好 那原本這個 原本這個 洪敬陽他本來三年的任期到了 應該不會被續聘 結果一樣續聘 然後董事長同時繼續 拿到董事會的門票 那這個洪敬陽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他過去十年在金融界的資歷 加上他在這個顧成宇身邊 這個歷練過 後來到了 2018年到了這個群創的時候 就算他是外資出生嗎 大家一直認為說 你來你就是要幫我們群 外資最喜歡就把公司拆一拆賣掉 對不對 結果沒有 他既然先辦了一個 這個實施庫倉庫 然後這個護盤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把所有的資源投入在哪裡 技術的升級跟前段的一個 這個製程 結果就讓這一次我們在講 這個筆電的一個市場 疫情的筆電商讓他接到 好 所以也就是說 之前大家認為說 為什麼鴻海在董事會的那些 法派要改成自然人 是不是代表鴻海要退出 經營權呢 但現在答案可能不是 而是要進行合併 剛剛也談到 李昆陽和郭台銘 郭台銘所代表的鴻海了 退出了群創董事會之後 反而洪敬陽擔綱重任 那洪敬陽的背景 不僅讓大家聯想 他可能真的是要做金融操作 可能真的是要讓合併 因為他過去的出身 外資背景 對於合併對他來講 應該是非常鮮熟的 再加上今年友達做了一件事 減資 對 他們說減資也是為了平行合併做準備 我先講 第一個因為友達跟群創同時 去認了這個富財的股票之外 兩家其實去年獲利都不錯 友達賺超過六塊錢 群創也賺超過五塊錢 那照道理賺這麼多錢 今年應該好好的來配息對不對 可是沒有 他們做了同時 而且兩家同時做減資跟低配息 好 更有趣的是減資的數字 友達減資百分之二十 群創減資百分之九點五 那我算了一下以後 原本兩個的進值是有差距的 一個二十四 一個二十九 友達二十四 群創二十九 減資過後兩個的進值是很靠近的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以後比較好談嘛 就是沒當互對嘛 我們就沒當互對 你不要說兩個有一些差距 所以市場有這樣的聯想 合不合理 合理 非常非常合理 那我們再來假設 假設他們真的會合併 而且合併成功了 對 對於整個產業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就群創來講 他有一個副爸爸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鴻海 他有一個副爸爸 可是他在集團裡面的地位 我們在看 其實有慢慢往下走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友達呢 他的爸爸沒有那麼有錢 坦白講 那他就自生自滅了 窮爸爸 對 他就自生自滅 就說 你老爸有錢 但是你也沒辦法 你老爸有錢 你也做得不錯 整個我們一起合作 暴台區 這種感覺很棒嘛 那再來其實兩個合併以後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其實這兩個如果真的併在一起 四戰率 哇 不得了 既然可以拉到全球第二大 百分之二十七耶 一個十五一個十二加起來 就幾乎可以 十七和十啦 十七和十 十七和十 十七和十拉起來之後變成二十七 二十七呢就超越了LGD 挑戰京東方的地位 換句話就是做二往一 這是第一個好處 對 強強合併 不管是不是強強合併 現在是比較弱勢啦 因為最近爆炸一直在第二 反正兩家公司合併之後呢 一加一就算不大於二 至少等於二嘛 那如果等於二至少也是二十七% 對不對 十七加十 那就挑戰京東方了 好 那當然如果四戰率 能夠持續的拉升的話 對可能合併以後的 這一個集團來講 有一個好處啦 我們叫話語權 因為現在面板的報價 其實都掌握在品牌商手上 對 所以他們就是啊 很便宜啊 他們就有定價權了對不對 以後有話語權就有定價權 以後面板的價格我來划 這個其實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的友達群創呢 也希望能夠透過詬病來做大 但我想不會互相踢走啦 那技術呢 我們也不會用偷的 也不會用挖角的 因為我們友達本來就有不錯的技術 群創也有不錯的技術 那我們就強強技術合併 到底他們各自有什麼樣的技術 其實最近我們一直在講元宇宙 講沉浸式體驗啊 其實過去我們看它這個技術很棒 一個球形的這種類似攝影棚 友達的部分 一個球形的攝影棚的概念 基本上你坐在裡面 你就是很像在攝影棚裡面 有一種立體感 有這種沉浸式的感受 所以它的面板會讓你覺得 是有那個球形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球形的 球形的面板 對 然後你也不用再用綠幕嘛 用一般來講 然後重點是不用攝影機 也不用攝影師 這個不多說了 那直接跳過 好啦 所以友達呢 他有那個球狀的面板 對 那這個技術是滿厲害的 那群創呢 群創的部分 其實過去我們常在講 我可不可以讓這個人物 真實的立體感在我面前呈現 那這個140公分的一個 投影的一個概念 就是它這個大螢幕的 投影的概念 讓你的廣告 所要呈現的這個影像 是立體的 而且就在你前面 栩栩如生 這叫浮空影像顯示器 非常厲害 各自都有很厲害的技術 但回到股價 好 股價可以買嗎 好 其實基本上 目前兩個公司 都有一個特色 第一個 股價金質比都不高 你看友達才0.7 那現在鏡子24 減至以後34 30 那這個群創的股價金質比 是0.45更低了 鏡子29減至以後大概30 兩個靠近 非常的靠近 好 那這樣子靠近有一個什麼好處 我們想要去拼 讓股價回到鏡子之上 這件事情就可以一致 就有一致性了嘛 就有一致性了 那你看喔 去年的高點還在30級 那跌了這麼多 現在股價才18 18塊而已 然後群創呢 去年高點30 跌到14.25 所以目前 所以它已經跌很深了 對 所以目前市場有個共識是什麼 這樣股價回到鏡子 大概30塊附近 好像不是 問題是它的EPS 在今年和去年會差很多 對 去年的EPS 有達是6塊4毛4 但今年第一季只賺了0.54 這是大家的疑慮 對 群創呢 去年EPS是5塊5毛3 今年EPS是0.18 也大幅度衰退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現在整個面板的景氣是往下走的 現在整個面板的景氣是往下走的 對 這個是偏光板的部分的股價也上來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個人多好摸魚嘛 所以你看下面這個也是跟面板相關的 也上來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比如說彩晶是虧損的 達韻的營業利益率是負的 然後像敦泰其實獲利是在持續走下坡 下面這一種我覺得就不要去碰它 那上面友達跟群創 群創或明基材應該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好 那我們來投一下票 我們不知道友達群創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合併 但這個消息出來之後確實激勵了股價 面板特別是友達群創 此時此刻是不是好的進場點 請舉牌 可不可以買呢 好 我們來看到 兩票差兩票圈 來 朱老師 我覺得第一時間消息出來已經反應完 然後因為這個消息畢竟還沒有確定 我想說如果要再第一步反應 可能要等消息確定之後 好 所以老師還是比較保留的態度 那我們回到台語今日最重要 剛剛陳彥特別提醒 無機之談不要碰 偏偏在今年好多個股是無機之談 在今年有27檔個股漲停牌 其中有10家都是虧損的公司 那為什麼比例這麼大 虧損股怎麼突然之間變成排面主流呢 所以來問一下蔡總 剛剛陳彥特別提醒 不要碰無機之談的股票 問題是現在氛圍就是很多 虧損的公司在大漲 對 環指標 因為大盤已經換彈了四天 今天又起子結算拉高 大漲 四天漲到680點 對 明天開始盤面會激烈的震盪 不排除有些股票就會跌了 我們看一下今天大魯閣 這代表盤有可能在這地方出現大震盪 不用講這些虧損公司 你看這些公司 這一波你有空去看它的K線 都是跌了很多 那個不是跌30% 有的已經腰斬甚至更多的 但今天不業而同全部都漲停 所以這些個股漲停 不是告訴你叫你去買的 這些個股漲停是在提醒你 這個盤有危機了 短線可能有一個壓力點會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透過了這個比較一個 宏觀的角度來看大家 其實股票重點在兩個部分 我們看下一個襲擊 這是美國剛發布 昨天剛發布的零售銷售 因為美國的GDP七成是內需 所以這個零售銷售是最關鍵 最重要的消費行為 就是說美國的民眾今天要做什麼 你要看 這個地方藍色的部分是4月 這個橘色的部分是3月 我們看藍色的部分 成長是在哪個地方 各位看一下加油站 36.9%這是YOY 再過來一個餐飲店YOY19.8% 這兩個最多 為什麼 現在解封 吃喝完了 你不能拿台灣 台灣現在很慘 美國已經解封了 所以往外 所以為什麼我投那個面板叉 因為待在家裡看電視時間減少 所以像打高爾夫球的 出海的遊艇 坐飛機出國的 這種反而會比較好 對 這個老實講 你這一次緩談 你先不要看這個架叉 其實下波段真正行情 是在這個部分 再過來我們看下一個 明天台股可能有一個風險 我們還是要烏鴉姐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碰到了這個前波的低點 16 162 或者最近一個低點 都差不多在6200點左右 所以壓力是不是變成了一個支撐 這兩個會震盪 但是今天電子的佔比衝到六成多 對 衝太多了以後 很容易明天有後座要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美國十年期公債的收益率 這一波下跌的時候 從3.2跌下來 就是大盤開始反差 但是現在最新的報價 又回到了敏感的3% 假如3%的話 今天美國股市有可能會跌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目前最新報價 現在時間是7.35分 晚上7.35分 目前時間期公債殖利率 再度上升了一個百分點 來到3.001 所以蔡總特別提醒 如果時間期公債殖利率 往上升高的話 不排除對電子股再度形成壓力 不過我們回到 大家非常關心的中國政策 我們昨天特別提醒 當恒生科技指數暴漲之後 當劉鶴去見了科技巨頭之後 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特別提醒 要注意 中國可能要推出 振興產業的利多政策 果不其然在今天就傳出 中國要在6月份推汽車下鄉 汽車下鄉不陌生 過去推過 但這一次的效果 我們等會請朱老師解解 這一次是每輛車補貼人民幣5000塊 對於整個產業的刺激效果 朱老師 我們先看到這一次的政策 基本上它是3000到5000 不是通通都是5000塊錢 再來就是它是限定每台車的車價 低價在15萬人民幣以下的 也是相對便宜的車子 就是你買低價車我才給你補助 對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媒體比較沒有提到的 它其實這一次還有多提到 它要增加充電裝的建設 不就是針對電動車了嗎 雖然它沒有特別講 什麼車都其實會補助 所以現在這些投資機構的預估 可能對油車的部分 大概是會預估增加 20萬到30萬輛的銷量 電動車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它其實是有特別針對 所以有可能會有30萬輛到50萬輛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中國的汽車概念股 哇 漲翻天了 甚至很離譜的 其實概略無關 你看到這個中通客車 中國中車根本不是這次補貼的範圍 照樣漲 表示告訴你一個政策出來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先插個話 因為剛剛朱老師特別提醒 這一次補貼最主要是低價車 對 摩托車也在補貼範圍內 摩托車也有 所以其實今天中國大陸 漲最兇的是摩托車概念股 據說至少基本消費低消是5% 至少漲5%以上 大家想想看 為什麼低價車會反應特別大 你想3千到5千 如果我今天這台車很便宜 譬如說好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很多電動車很便宜5萬塊 補助5千塊等於打9折 而且我說實在的 如果你有錢去買特斯拉 我還幹嘛給你補助 對 所以說對這些低價車 如果坐那些低價車 所以你說摩托車為什麼有幫助 因為低價打5天這時候 打9折非常有感 所以我們先回到一個問題 過去10次這個策略 其實已經三次了 分別是2009 2015跟2019 來 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看過去的這個汽車的 銷售的成長率就知道 我們第一個我們特別框起來的 2009年因為金融海嘯之後 這個經濟很差 所以他第一次實施汽車下降 有沒有看到當年度汽車銷量 大幅成長46%多 怕死人 好 2015年什麼事情 因為富港通之後利空利多出境 入股崩盤 當時市場很差 所以他在當時也再一次的推出 這一次成長的13%多 可是要注意 19年再次實施結果居然沒有效 為什麼19年沒有效 19年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美洲貿易戰 接下來是不是2020年年初 甚至19年底疫情就爆發了 所以在當時是沒有效的 而且剛講到09跟15 這兩次特別有效 因為當時除了補貼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減稅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汽車購置稅 在當時也是有多加了這一個政策 所以在當時這個影響就非常非常的大 好 可是回過來一個問題 你說現在中國一位封城各種問題 經濟都很不好 為什麼唯獨要做汽車下降 你為什麼不做其他事情 因為汽車產業真的是有夠慘的慘 來給大家看這個 中國的這個汽車的銷量 大家先看到左邊的這個圖 是4月份最新的數字 前10名當中就只有第一名的比亞迪 還能夠成長 其他的9家車廠通通都是下滑的 甚至9家裡面有8家的衰退 都超過3成以上 虛擂了 都封城我買車幹嘛 哪裡都不能去 對 就是這問題 那你再看他右邊 其實也不是只有封城 你有沒有看到 從年初整個汽車銷量 甚至去年底 整個汽車銷量已經往下掉了 只是封城是 真的是壓垮落頭的最後一隻稻草 好 那你看到這還不夠可怕 你再看到 如果我們只看到上海 因為大家重點都上海 上海真的有夠誇張的 4月份終於清零了 不是疫情 是他的汽車銷量 車市清零成功 車市清零成功 零銷量 你怎麼去想像 我對比去年中國前10大城市的汽車銷量 上海就是排第一名 他去年一年可以賣70幾萬輛 我們全台灣一年也不過才3 40萬輛的銷量 他一個上海市當然他人口比台灣還多 而且我們再對比 去年4月的時候上海市賣出了2萬6千多台 結果現在因為這個問題歸零了 好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在日本的媒體舉出 中國為什麼這次要針對 特別針對電動車 因為他們電動車有產能過剩的問題 我們就看到這圖表裡面有兩條線 淺色的是銷量 深色的是產量 我們特別看到2021年的那個數字 有沒有看到 兩個差很多 因為它的產量 因為它是所有的新能源車 不是只有電動車 在去年中國的產量大概是 銷量大概是350幾萬輛 可是整體的產量是過500萬輛 那表示什麼 庫存一大堆 所以你看到他為什麼 現在要做這個政策 我想也跟這個有關 好 所以回到我們一個問題 剛剛說這一波誰最會受惠 當然是便宜的車 中國這個電動車真的是很厲害 便宜到什麼程度 我們過去節目介紹過 所謂武林宏光 對 現在不是只有武林宏光 來 我幫大家找到這四台車 左邊這兩台都是3萬人民幣有找 右邊這兩台稍微貴一點 因為它是四人座的 左邊都是兩人座的 基本上還是5萬有找 合台幣都在20萬以內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這個車子還補貼你3000到5000 不就等於打九折這麼便宜 當然銷量一定會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激勵 中國這個電動車真的是很厲害 便宜到什麼程度 我們過去節目介紹過 所謂武林宏光 對 現在不是只有武林宏光 來 我幫大家找到這四台車 左邊這兩台都是3萬人民幣有找 右邊這兩台稍微貴一點 因為它是四人座的 左邊都是兩人座的 基本上還是5萬有找 合台幣都在20萬以內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這個車子還補貼你3000到5000 不就等於打九折這麼便宜 當然銷量一定會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激勵 這輛車長得好像MINI 對不對 是的 領保BOX 新台幣只要17萬5 我就開MINI 我看到這一台車 在查他這一台 請雲香帶我們來看股價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政策一推出 中國的平駕車概念股全面噴出大漲 漲低慢 漲低慢 或畢竟漲低慢或一度漲低慢 那回到台灣 台灣的汽車概念股誰會漲 因為這個一年增加50萬量 這非常恐怖 很多台灣的供應鏈 都連結到中國不是嗎 所以如果在這裡面我覺得說 倒是在大陸有大量設廠的 這些公司很有機會 比如說 像東陽基本上 當然它幾乎都在大陸設廠 然後基本上做 以前是做什麼保桿這些 那這些車一定會需要 因為它就是供大陸的一些車廠 但是它不是電動車概念股 不是電動車 可是這些保桿什麼東西 相關的這些塑料用品還是需要 那另外來講就是PCB 這也非常重要 PCB 對 因為封城的關係 造成這些影響 那現在解封以後 基本上我覺得PCB應該會